所以我这一生不收集珍贵的东西 人家供养珍贵的东西 我转手就送人了 大家也不要送这些东西给我 送一块玉雕 我一问价钱可不得了了 人民币一千万 我没地方放啊 我居无定数 赶紧送人 做礼物送人了 随时吃的也好用的也好 名贵的东西 我全都做礼物送人了 别送这些东西给我了 不送我 我先亲切 送了我 我还得想一想 这东西送给谁何时 还得打闲岔嘛 没有多自在的 多轻松了 什么都不收藏 一样都没有 得大自在啊 你们住在此地 物自卑的同修 我对得起你们呢 建这个道场 虽然不怎么样 你们在这个道场可以 安人 修行 只要能一教奉行 过过有陈旧 那你们不肯修吗 就在这想福就是了 复想完了 将来到哪里去 各自负责 我是劝导大家 往生极乐世界 我没有劝你到三我道 我也没有劝你 到四身法界 我只劝大家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现在要知道 我们问题 就怕 对于法生的贪爱 这个病 比其他的病还要严重 比贪着世界明文力一样 还要严重 是把你本来修学的是佛法 转变成魔法了